议论持纯正 兴亡见古今 大家好 我是Gustav 前一段时间 在中国有一部电影很热门 叫满江红 虽然我没看过 但是看名字 可想而知 这个电影 跟岳飞有关系 最近 又看到不少短视频里 有小伙看完电影 激昂慷慨地在那念 壮志鸡餐葫芦肉 笑谈可饮匈奴血 我们姑且不论这首满江红的词 是不是岳飞的作品 单单是因为这个电影 所引发出来的一系列爱国主义情怀 就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尤其是看到有的单位组织看这个电影 说是能够赔速民族气节 崇尝尝民族英雄传递家国情怀正能量 进而激发全体干部群众 爱国主义的磅礴力量 坚定理想信念 看到这些言辞之后 我就觉得更有趣了 我再次重申 我没看过这个电影 但是关于南宋的那段历史 我多少还是知道点的 单就岳飞来看 这里边有没有爱国主义在呢 或许有 但是应该和今天的人理解的不太一样 今天有些人所谓的爱国 往往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表现 而非真正爱这个国家 也就是提到爱国 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就要分个敌我 这大概是和中国近代以来 所受到的屈辱经历有关 但是呢 这种想法之中 总要假设一个好人一个坏人 比如岳飞是好人 那和他打仗的金国女真人 或者说害他的这个勤快 自然就是坏人 但是坦白说 如果我们以这种眼光来看历史 其实就会非常的狭隘 而如果用这种眼光来看待当下 你总觉得某某国还是亡我之心不死 还憋着再给中国来一个靖康尺 那就更不利于在国际上和其他小朋友 一起愉快的玩耍了 几天前 我看关于这个电影的影评 发现有一大爷 他评论很有意思 他说在清朝之前 五圣人是岳飞 因为岳飞抗金 打的是满人 所以在清朝 五圣人就被换成了关羽 然后他还说 这个清朝就是小心眼 不大度 然后我看底下 好多人还给他点赞 附和他这个说法 他说的这个情况 很多人都认同 但是坦白讲 这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为什么呢 我这个频道 主要就是谈一些历史 尤其是关于清朝的历史 在清朝历史上 从顺治朝开始 对于岳飞 就是倍加推崇的 尤其是到了乾隆朝 那乾隆皇帝 在他还是宝亲王的时候 就写过一个岳武墓论 里边对岳飞可以说是 极尽褒扬崇敬之词 像他说什么 岳武墓 以忠治出群之才 率师北区 所占皆克 还有 俘如岳武墓之用兵御将 勇敢无敌 若寒信彭越北 泪皆能知 就是把岳武墓能够跟 汉朝的韩信彭越相提并论 而且呢 他又指出 乃 家之以文武兼备 人治并师 精忠无二 则虽古名将 亦有所未待焉 这就是说岳飞 既有能耐 有军事才能 又忠肝义胆 文武双全 历史上 已经没谁了 亘古一人了 后边还说 知有军 而不知有身 知奉军命 而不知 惜己命 知 班师 必为 勤快所够 而军命 在身 不敢 久卧 重拳于 封江之外 乌乎 以功之 京城 虽死之 快之手 而天下 后世 仰望 封烈 时可与日月 争光 这就是乾隆皇帝 对岳飞的评价 说他的忠肝义胆 能够和日月争光 不光如此 西湖边正的那个岳庙 在清朝顺治八年 清朝刚一入关 就得到了修器 之后 康熙五十四年 雍正九年 都进行过大修 并且建立了 那个写有 避雪 丹心 四个大字的诗牌 方 乾隆十六年三月 皇帝南巡到西湖边 还亲自 祭典了 岳庙 提写了 匾额 叫做 伟烈 纯忠 当时 酷爱写诗的 乾隆皇帝 自然不会放弃 这个机会 当即留下了一首 叫做 独始长怀 忠孝成 重沾载树 拱家成 莫须有欲 何须恨 一所众人 死所轻 雾里秋风 还一拙 石门古月 震如生 夜台 尤切 偏安分 想对于行 气未平 其实你看 乾隆 这时候 所表现的 不光 是对岳飞的 崇敬 还有一分 理解 和惋惜 有的人可能会说了 乾隆皇帝 一向虚伪 这么做 是为了 笼络 南方的汉人 把他自己心中 对岳飞的仇恨 给藏起来 假惺惺的祭拜 其实还真不是 这里边 有很多历史事实 现在人都不知道了 第一 在乾隆朝 可以说 已经没有 在这样故作姿态 去笼络谁的必要了 清朝入关 一百多年 到了乾隆盛世 南方是民安务赋 天下太平 并没有什么反抗的声音 他和清初的状况 是截然不同的 第二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清朝 其实并不认为 自己是 金朝的直系后裔 并不是像 有的人想的 两个王朝 都是由女真人建立的 所以这里边 一定有什么 民族感情在 其实并不然 当然 二者之间 确确实实 也是存在着 血缘关系的 这是没有错的 而且呢 清朝建立之初 也确实是 自称大金 也就是 史称后金 为什么这样做 原因是 从 元末 满洲地区的 那些 起义反抗来看 他们都是 打着 大金之后的 幌子来搞的 但这并不能 说明 清朝 对 金朝 有在政治上的 继承认同 其实 清朝 最起码在 乾隆以前 对于历史 和前人的 看法 基本上 都不会 太掺杂 狭隘的 民族之分 而且 严格来说 满洲 也不是一个 血统的概念 八旗里边 有满人 也有汉人 蒙古人 朝鲜人 再往后 甚至还有 回回 甚至是 俄罗斯人 所以满洲之间 它更多的是 一种 不足的看法 比如认为 金朝 是完颜部的天下 清朝 是觉罗的天下 历史上 有这么一个事情 很有意思 就是当 清朝 攻取了 辽东之后 明朝 给气疯了 也不知道谁 给出了一招 说咱们干脆 把在北京 郊外 房山的 金代皇陵 给他毁露 以此 来破了 满洲人的王气 于是 呼噜呼噜 一群人 就真去了 把金太祖 金世宗的陵 这么一砸 可是呢 后来 清朝入关 定顶天下之后 提到这个事 清朝人觉得 明朝 非常的可笑 像顺志和康熙 都在金陵 留下了碑文 写道 明 又见官庙 于其地 为压盛之术 从来 国运之兴衰 关乎主德之善否 上天降 上天降剑 唯德是语 有德者昌 无德者亡 与山陵 风水 原无关赦 有名莫造 正乱国威 天命已去 其时 之君臣 昏庸 弥谬 往之改图 不思 修德 勤民 挽回天意 乃轻信 虚弹之言 依旧于 异代 灵秦 他这里提到了 异代 灵秦 其实 清代 只是把 金朝 看作一个 历史上 同样 从北方 崛起 入主 中原的 王朝而已 对金陵的 祭祀 也和 对明陵 一样 都是出于 对前代 工业的 尊重 而进行的 所以 并不存在 因为 岳飞 打了 女真人 金乌珠 所以 满洲人 就一定要 恨他 其实 恰恰相反 满洲人 对岳飞 一向 是很 崇敬的 这就 涉及到 第三点 现在很多人 不理解了 就是 当时人的 心态 这个 我上边 其实已经 有所涉及了 清代的 奇人 一直 是以 忠义 勇武 自居的 所以 上至 皇帝 下到 一般的 齐民 都很 崇敬 忠义的人 比如 关羽 比如 岳飞 甚至 对于 明朝的 那些 忠臣 清代 也是很 尊崇的 像 康熙 就给 一生 抗清的 正成功 亲自 提携 晚联 叫做 四镇 多一心 两岛屯师 赶向东南 争半壁 诸王 无寸土 一语 抗志 方知海外 有孤中 这里的重点 并不是 责怪 正成功 赶向东南 争半壁 更多的是 对他这种 海外 孤中的 一种 敬佩 和 褒奖 他是这样的 一种 心胸 乾隆皇帝 更是编写了 亲定圣朝 迅捷 诸臣路 和二臣传 等书籍 对于 孝中 明朝的人 予以 数碑 力转 大加表彰 你看他 并没有说 这些人 属于是 愚中 或者叫 不食食物 站在了 人民的对立面 他没有 这样说过 而是 对其 忠诚 予以 充分 的 肯定 他曾说呀 乾隐 铭记 殉捷 诸臣 各为其主 一列可加 自以 查明 西世 就是这些人 如果 殉了 明朝了 没有来得及 得到 嗜好 现在 乾隆 还要给他们 一个好的嗜好 作为 褒奖 因命 大学士 九卿 京堂 汉占 科道等 吉义 奏文 既以 保产 忠良 封世 来世 他的目的 很明确 就是为了树立榜样 饱奖 忠义 在当时的人看来 这是关乎世道人心 名叫 刚常 以及 社会 风气的大事 这个事情 比历史上的阵营 对抗 要重要的多 而 对于乾隆来说 那真是 无爱祖宗 无更爱忠义 其实这种胸怀 在我们现代人之中 已经不具备了 其实一部电影也好 一段历史也好 要想激起自己的爱国热情 没有什么不对 问题是 该怎么爱 我们应该是从历史之中学到很多宝贵的经验和道理 而不是单纯的 把当下的一些情绪投射于历史之中 我看到 有很多人看完这个电影之后 跑去月庙 打琴快 甚至有很激烈的行为 还有的人 口口声声 喊着要除汉奸 我认为 很多这么做的人 他并非是基于对岳飞和历史的了解 而只是单纯的一种激进民族主义的发泄和表演罢了 试问今天 在这个社会之中 谁是汉奸 他们又要把汉奸这顶大帽子扣在谁的头上呢 其实回到乾隆的月无目论 乾隆皇帝在他的论中就指出 这里边最有问题的不是秦快 而是宋高宗赵构 没有他 不会有岳飞这样的悲剧 我们很多人连历史中的细节和是非功过都不去了解 只想借着一部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 增加一些奇奇怪怪的对外的仇恨 我可以确定的是 即便真是在宋朝 这种心态和做法也肯定是学不了靖康齿的